如果你要換老師 我一點都不激勵 我想說怎麼會給老師 丟幾句話給我 Tosca You just missed the perfect place to strive 好像整個紙盤抹的油一樣 對對對 買普通買什麼版本 開玩笑 突然打了一個廣告 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逸容 今天我非常非常榮幸 可以邀請到一位 非常厲害的中提琴家 他的演出經歷呢 是變蝠全世界 我們歡迎Scott Lee 哈囉 嗨 今天要訪問你 我真的很緊張耶 不要緊張啦 我們不是要先那個 按小鈴鐺要不要 哦 對對對 還不知道我的頻道的人 請大家趕去訂閱 然後開啟小鈴鐺 就像Scott這樣 你還蠻熟悉 在這裡 在這裡 你很熟悉YouTube的機制耶 可以啦 對我再看 你知道你是最近才剛 就是隔離完 對 11月中回來台灣隔離 然後已經這一次第二次了 對 六個月已經來第一次隔離 怎麼樣 感覺怎麼樣 有經驗 這次叫閉關 就是戀琴嗎 還是 因為我跟Food Panda 跟Ruber1 當好朋友 變成VIP 就是 講到疫情嘛 大家都知道 3月的時候 所有全世界的音樂 鬼都就此前面 我想談談這一次 Pandemic 帶給音樂家什麼的影響 就是在這件事情上 你有什麼看法 這樣的疫情是 我們 我一輩子從來沒有遇過 從我開始當學生 然後到出來演出 教學一輩子 都沒有遇過的一件事情 那大概四分之一個世紀 我都在路上跑 對 在演出 然後都知道 下一季要拉什麼 夏季音樂 音樂節 我要準備什麼曲目 所以我的譜價 永遠是都有譜的 對 那突然 3月1號 左右 大家開始 一直Cancel 一直Cancel Cancel到不知道 下一場是什麼時候 我發現我譜價上是沒有譜的 譜價上是沒有譜 不知道下一本譜的那個感覺 我們大家都沒有準備好這一天 對 我們大家都不知道這一天來是什麼樣子 那 突然譜價上沒有譜的那個 那一次那是很 很驚訝 很焦慮嗎 對啊 你可能也不會想去碰琴 對 大概有一個一個多月 我是真的是沒有碰琴 哇 因為想說 提不起那個 進去去去 之後 慢慢慢慢的想說 那好 我 趁我這個時間 把我以前想做的 我以前沒有時間做的 東西全部整理出來 想要學的東西 沒有時間學 永遠 我們永遠都 人生都有那種 我下次如果有機會 我就 我要學法文 對 下次要怎麼樣 我就怎麼樣 我就怎麼樣 那 我就把這些 這些東西勒出來之後 我會想說 OK那好 我就把我很久沒有碰這個東西 或者是我很想學這首曲子 是 然後一直 每次都在找理由往後推 像是什麼曲子 你可以跟我透露一下嗎 就像我在改編的一些小品 我想要錄一個小品的唱片 那有幾首曲子 其實都想說 以後有空再試 以後有空再試 那我就這次有機會 我就 OK 那就 拿來先試一試 看到底要怎麼做 對 那 3月開始 Lock down的時候 到第一次在上台 到有觀眾 的那一扇 是 其實是 你可能一輩子都沒有感受過的 震撼的 對 因為 因為我們可能 都沒有經歷四五個月 沒有音樂會 沒有音樂會 然後沒有在觀眾面前拉琴 對 然後我們不知道那個狀況 會是什麼樣 我跟我朋友講就說 至少可以確定一點 我還會拉琴 我其實跟Scott是今天才認識 所以我覺得就來一個 換換快答 OK Ready go 請問你做飛機是做什麼艙外 我問錯題目了 在美國一定是經濟艙吧 對啊 在美國就是 因為時間很短 2、3個小時 因為我的頸椎有骨刺 如果一個姿勢太久 我手會麻 所以 只要飛超過8到10個小時 我會 頭等艙 沒有 現在沒有頭等艙 沒有啦 Business Class Business Class 如果大家會用信用卡的話 大家都知道走開怎麼用 對 Scott 我們這是快用快打 OK 所以你要快打 對對 但你以後是有點難 快一點 西餐還是中餐 中餐 喜歡喝什麼咖啡 手沖 旅行中不可或缺的三樣東西 呃 原刷 呃 戴爾復修肝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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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沒講琴喔 對 我剛剛你講這個答案 拉過最喜歡的樂器 Biola 嗯 I mean 最好的樂器 最好的樂器 對 對 比說樂器多好 What I mean is Ulago 最好的Biola 啊 最好的Biola 哇 太多囉 哈哈 有好多 Amati Briggs Amati OK 買譜都買什麼版本 M.S.O.P 哈哈 開玩笑 打了一個廣告 哈哈哈 每一個作曲家都不一樣 對 有時候Shubert OK 你也會 當然Henley也有 Ben Reiter也有 那可是你就要看你自己的 Prefense 可是Eltest Eltest Yeah OK 比進音樂會不會拿節目單號 會 類免費的話 哈哈哈 我跟隔壁界 Lux 偷瞄一下 如果 如果 貝多芬跟陌生 阿特掉你水 你會就誰 呃 如果今天 你可以選一個音樂家 Come Up Live 你會選誰 啊 Carlos Kleyber 一个指挥家能够把音乐 乐谱上面的音符跟记号消化成 所有的emotional content 所以他指挥出来的音乐 你可以完全已经不是音符 已经不是颜色能够形容了 它会生命的 哇,那是神奇的 你会永远跟他聊天吗 我会在第二个音乐部的舞蹈部 舞蹈配音 哇,OK 我怎么讲《Sekin Maolin》呢 真的,你怎么好像歧视《Sekin Maolin》 你也这样 你应该说《The Back of Viola》 哦,那是一个升级 哦,不! 那我想问Scott 就是在你的生命中 有哪些老师带给你最大的影响? 我觉得这要分乐器上跟室内乐上 因为室内乐是我现在做最多的音乐会 那影响我室内乐最多的是一个前辈 叫Philis Gallamere 我开始认识他是在Curtis 就大概五尺高棚而已 矮矮的一个小行家 说话很命 那通常都八点叫我们进去上课 早上八点教育 哇,很早 对,我就说很早 还没奔到 对啊,八点不是都应该还在吃早餐 对啊,而且我第一次八点进去上课的时候 其实我在Curtis Hall 已经听到他在练习街了 一个七七八十岁的老人 然后我们进去上课已经觉得很早了 他已经开始在那边拉音节了 然后他就八点开始帮我上课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他就指着我说 You realist You play so hard of turn 现在八点零五 我手指很少在这个时候动的 对,他还没醒来 对,可是看到一个七七十五岁八十岁的一个一个 Chamber Music Giant 然后在你面前那么的热爱 你去讨论一个曲子 那他会给你感受到他对室内乐的热爱 从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说 一辈子他影响我很多就是对室内乐这一块 那在拉琴上面我觉得 我从小是学小地形 是 林佳荣老师 是我第一个小地形老师 他一直到我出国之前 其实他为我打下很好的底子 所以我的左右手基本上所有的 我们讲说technique positioning,shifting,double stop 这些vibrato 那些 两个technique 都是他给我的 我很高兴 也很庆幸有他帮我 给我这个底子之后 我出国之后 这些老师可以再往上面继续拍 所以我到了高中在加州的Idlewild School 认识了我高中的中心老师 叫Donald McGuinness 他在我没有钱的时候 他帮我去Stradivari Society 帮我借了一把Bergonzi 然后给我用四年去比赛 而且他会一直帮我准备比赛 他是一个很相信比赛的老师 有些小时不相信比赛 他是在我那个时候 推我去比赛的一个人 所以我所有的比赛 大概都在我十八岁、十九岁之前做完的 他是一个 我们讲old school 因为他是primrose的学生 我会来给他听他就说 Oh Scott You just missed the perfect place to slide 好像好像 好像整个指板抹的油一样 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会这样 或者之后我们比较了解说 Slide is for explicit purpose 不是为了slide a slide 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那之后我大学先去Curtis 跟Michael去学 第一是我听了他第一个录音 不是管内录音的 是跟Stern 还有林昭亮 买一颗 Sherry的Bram Sextet 跟Jimmy Jimmy Laredo 在B-flat Sextet里面有两个小节的solo 突然 那就是说话 我不敢相信比赛的声音是这个样子 然后之后 所以Guaneri Quartet来 L.A.表演的时候我就去 然后听了他整场音乐会 我就想说 我想要拉的像这样子 所以想去跟他学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会不厌其烦的去跟你解释 每一件事情 讨论人生 第一堂课就是 讨论人生 他跟我讲第一堂课 是Stop 他会跟你讨论这些事情 他会跟你讨论这些事情 Michael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不厌其烦 可能一堂课上四小节 可是他会一直不厌其烦的跟你解释每一件事情 下一个老师是我十六岁遇到 我去B-Turdist Competition在英国 遇到的一个裁判 那时候裁判每个人都要给一个录制 因为他压力多大 好奇怪喔 他们要评然后还要给录制 对 很多人都要给你录制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 有Paul Neubauer 有Paul Neubauer 有Kazu 从Tokyo Hotel 然后 这些每个评审都要来录制 大家都拉得非常好 可是其中一个 让我最惊艳的一个中心家 Paul Neubauer 如果你在看 我跟他讲过 我跟他讲过 然后 当初 一看到他拉琴 我只觉得说 这就是我要成为的一个音乐家 在第二年的时候 他就看着我 拉完一段之后 他就说 Have a seat 他就你坐下来 我就坐下来 他就看着我说 如果你要换老师 我一点都不介意 他想说 怎么会给老师丢几句话给我 他是我的偶像 我怎么会 Oh my god 然后我就说 等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 你为什么会这样讲 他说 我跟你讲了一点的东西 你都要对我的想法 为什么你要跟我学 我那时候才知道 就是说 我从两个老师 都一直很会讲话 每堂课都一直讲一直讲 Paul就不是一直讲 一直讲的 从那堂课之后 我就会问 他每次跟我讲完 我做完什么的 我说 你讲的是这样吗 他就说 所以之后关系就变得很好很好 所以 结果我跟他学了 最长的时间 哇 影响我可能 最后在音乐处理上 最深的一个老师 Paul Neubauer 有一次他上课 他就说 这样 如果 你要跟我讲说 不管是过去 现在或未来 有哪一个 弦乐演奏家 中一琴 大一琴 小一琴 不管 Who has the perfect ten 如果你老师问你 Dum Wallenstein问你 就说 你觉得谁 她有完美的十分 当然要讲 Dana 当然 我说 Paul 反对你 你狗腿 对啊 不容易他讲谁 然后 我非常感谢 你做完美的十分 OK 除了我 除了你 还有谁 他会说 最近的 他很好笑 他自己承认她是完美的十分 他说 但是 最近的最近的 你说什么 所以我必须给他 Fritz Chrysler 我说 它是真的 对 Heifetz和Chrysler 我觉得 Heifetz 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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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Chrysler 可能给我多一点东西是 他只要 这个音乐下音的音程 是大于三度 他绝对 不会放过 这个表现 而且他的音乐里面 就像在讲故事一样 对 很像个老伯伯在榕树下 对 在给一堆小孩子讲故事 对 他有一个故事就是 有一次 Chrysler去世 然后在一个 Event 上面 有人遇到 Mrs. Chrysler 就跟他讲 就说 Oh I love your husband playing that he's probably the best violin that I've ever met 然后 Mr. Chrysler 就看着那个朋友 Yeah only if you practice more 有时候我们听 Chrysler's recording 并不一定 他的technically 都是非常 对 每天都准的 对 因为他们那时候 都一个tag就过去了 可是 你就听到音乐里面 一直好像 在跟你叙述一个故事 对 后来就会跟我聊这些 所以我就说 这些老师 都在我生命中的不同阶段 为我奠定下不同的基础 可是 One thing 我可以跟你讲的一件事情就是 这些老师 我自己想说 他们如果在不同的时间 用不同的顺序 发生在我的生活里面 或生命中 可能都是不对的 真的? 在对的时候遇到对的老师 是很重要 真的 对 可是我的演唱 只有一个小时 跟下一次的40分钟 很难 很难喔 你也搞丢了吗 上来之后 我旁边做小力琴嘛 我拉拉拉拉拉 就已经 不见了 我就声音不对了 我就声音不对了 然后 我就 Lean over 到小力琴那边 然后边拉 我们在哪 他会跟我讲说 25 然后 我25继续拉 之后就听到说 他也搞丢了吗 他也搞丢了吗 到底一是 Bunu 得到 我 为什么 我 未经验 这時 вообще 有一天 女人 désرج区 多 没有